由鴻運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和台灣索諾瓦有限公司 共同促成聽見愛希望工程活動 捐贈40台總價值超過300萬元的助聽器 給基東市政府 由市政府社會處副處長盛惠中代表收下 那我們知道 天氣上如果一旦有問題 其實在工作上和社交上 其實都會造成很大的困難和障礙 剛剛政府長也提到 城市有愛 然後也提供他們但能力上是無礙的 我們非常認同這樣的理念 所以這次來捐贈這個 這也是我們長期的計畫 當然希望只要基東市政府這邊 持續有這樣的需要 當然我們會持續地做這樣的一個 更多有聽準的人可以得到照顧的工作 我們其實基東市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那我們就先就是透過這40台助聽器 讓聽選者可以聽得好 然後他對他們的生活整體也都是帶來有效益的這樣 社會處副處長盛惠中也代表 基東市長謝國良回贈感謝牌 感謝這兩家公司幫助基東市中低收穫低收入戶 聽賬朋友們這項善舉 這一次我們主要的對象也是針對我們基隆市 領友生臟證明的這些經濟上面比較有困難的 包括我們的中低收入戶以及低收入戶 那目前的話我們中低收入戶有1160人 然後低收的話有308人 所以這總共加起來有1440人 那非常開心 那這些生臟者都有福了 社會處指出這40台助聽器 將由基隆市府域資源中心轉介後 由紅運公司通知民眾到紅運公司門市 進行聽力檢查 檢測符合資格者當場提供民眾助聽器 而領友基隆市身心障礙證明的中低收或低收生臟朋友 都可以在民國113年12月31號前 撥打基隆市府具資源中心 專線電話24696966洽詢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